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成都公布县养区近养犬品种 罗威纳犬再列 港民正与青年事务局长 投票率非对新选制评分 王毅 推进中越海上互利合作 防止域外势力介入 美学者 中国若不调整体制发展 恐难脱中等收入陷阱 南华早报记者传被消失评论 中国遍地机密 跑新闻高危 请大家收看 成都公布县养区近养犬品种 罗威纳犬再列 联合早报 近日 成都市公安局发布了 成都市县养区近养犬品种目录 和大型犬标准通告 明确了成都市县养区近养犬品种目录 和大型犬标准 该通报列明 共有35种近养犬品种 其中包括 此前在成都崇州咬伤女童的 罗威纳犬 通告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有效期为5年 此次通告的发布 是对近期发生的犬肢袭击事件的回应 旨在加强对危险犬的管理 王毅 推进中越海上互利合作 防止域外势力介入 联合早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访问越南期间表示 中国和越南应该加强海上合作 防止外部势力介入 使南中国海成为和平合作之海 他呼吁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建议双方尊重国际法 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合法权益 并促进谈判 尽快达成符合国际法和公约的东海行为准则 双方同意落实好两国关于管控和处理海上分歧的共识 不让分歧影响两国关系发展 中国和越南都希望在越南发挥影响力 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态度令越南担忧 王毅此访被认为是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访越南铺路 美学者 中国若不调整体制发展 恐难拖中等收入陷阱 联合早报 中国知名专家沈大伟在台北举行的研讨会上指出 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他认为 如果中国不调整当前的政治体制 未来问题只会加剧 沈大伟指出 中国经济正在停滞和萎缩 地方债务高涨 出口下滑 私营企业和大型科技公司受到监管打击 他认为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是中国发展的关键课题 政治制度必须发挥促进作用 沈大伟引用经济学者的观点 强调 中国需要转变为包容性国家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 他认为 中国在过去十年已经放弃了这条道路 并进入萎缩和僵化的阶段 因此 他判断 如果中国不调整当前的政治体制 问题只会加剧 另外 沈大伟对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事实表示敬意 并强调 他与卡特共同为美中关系做出的贡献 胜过任何美国人 他还提到基辛格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并称他的书绝不是由写手带写的 南华早报记者传 被消失评论 中国遍地机密 跑新闻高危 美国之音中文网 近日 香港南华早报资深记者陈敏利 在北京采访后失联 至今情况未明 陈敏利是少有的专则报道中国军事和外交新闻的记者 家属声称他在北京办私事 但外界担心他可能遭到当局调查 中国任何领域都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和民胆资讯 记者在当地进行独立采访 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陈敏利最后一次与人联络是在11月1日 据称他在10日底到北京采访香山论坛后失联 南华早报声称陈敏利正在休假 家人向公司表示他身在北京 需要处理私人事务 但要求尊重其隐私 然而 外界担心他正遭到当局调查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表示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陈敏利被当局羁押 但也不能调以轻心 陈朗生认为 在中国大陆采访新闻必然存在危险性 除非只报道官媒提供的材料 否则自己进行独立采访始终会有危险 近年来 中国不断扩大国家安全的范畴 处处都是红线 在中国跑新闻的难度和风险与日俱增 香港时评人程翔表示 中国大陆遍地都是机密 现在当局把国家安全的概念覆盖到全社会 每个领域都可能触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 习近平最近强调通过反间谍工作 加强国家安全 这将造成全民抓间谍的风气 程翔还指出 香港政府现在完全按照北京的意图来办事 公民社会被国安法打垮 他呼吁国际媒体组织大力声援陈敏利 增加事件曝光 从而对他起到保护作用 普京将俄罗斯陆军士兵数量增加15%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将陆军士兵人数增加约17万 达到132万 克里姆林宫表示 这是为了应对乌克兰战争威胁以及北约的持续扩张 今年年初 俄军人数已增至203.9万人 2022年2月 普京下令将军队规模扩大到101.5万人 此后 普京下令动员约30万人前往乌克兰作战 引发俄社会恐慌 导致数十万人逃往国外 俄国防部否认进行第二波动员计划 但近几个月来 俄军加大了招募活动并提供经济奖励 批评者认为 这相当于隐藏动员导致军队持续间歇性征兵 乌俄战场近几个月几乎没有变化 叙利亚国防部 以色列空袭大马士革周边地区 联合早报 叙利亚国防部称 以色列于周六对首都大马士革附近进行了空袭 报道称 大马士革市区可以听到爆炸声 以色列国防部表示 空袭目标是大马士革市周边地区的部分地点 此次空袭为具体说明遭袭地点和人员伤亡情况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以色列已对叙利亚进行了数百次空袭 声称打击的是伊朗支持的部队和真主党战士 以及叙利亚军队阵地 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均否认伊朗在旭有驻军 在与真主党交战后 以色列的袭击力度有所加大 超量 北海道现罕见粉红极光肉眼可观测 新岛日报 日本北海道昨晚出现了罕见的低纬度极光 天空被染成一片粉红色的美景 极光是太阳爆发带电粒子 撞击地球上空的空气分子产生的发光现象 受到太阳大规模闪映影响 北海道等纬度较低的地方可以观测到极光 被称为低纬度极光 与南北极的蓝绿色极光不同 低纬度极光呈现淡红色 这次是北海道继2015年后 时隔8年再度观测到极光 预计太阳活动将持续活跃到2025年 因此今后还有机会再次观测到极光 中国首届练博会观展人数达15万人次 联合早报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练博会 在北京举行 共有5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 观展人数达到15万人次 看目视上 中国冒促会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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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前沿问题 吸引了3000余名中外观众参会 此外 链博会还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 首次全面量化分析全球供应链发展趋势 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链博会共举办了360多场配套对接交流活动 签署合作协议 异项协议200多项 涉及金额1500多亿元人民币 美罪高法院首位女大法官奥康纳慈氏 享年93岁 联合早报 桑德拉 戴奥康纳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她在2006年退休之前 在最高法院任职了25年 奥康纳以其实用主义和建立共识的方式 处理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案件 包括维护妇女堕胎权和大学校园平权行动 她的任期也标志着美国最高法院 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重大转变 奥康纳在晚年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并于2018年退出公共生活 她的逝世被认为是美国法律界的重大损失 猫之管理框架已明年实施 祖屋居民将允许养猫 联合早报 新加坡计划在明年实施猫之管理框架 允许祖屋居民养猫 每户最多两只 该框架要求所有养猫家庭必须取得宠物猫执照 宠物猫也需要植入微型芯片 初次申请执照者还需完成免费的网络课程 过渡期为两年 届时祖屋家庭每户最多养两只猫 私宅住户最多养三只猫或狗 此外 动物与兽医事务组还将推出宠物猫绝育人猪计划和社区猫绝育计划 并通过教育和外展活动传达负责任的养猫的信息 公众可在明年2月1日前上网提交反馈 中国呼吸道病例激增 美参议员促对华实施旅游禁令 联合早报 美国五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总统拜登 要求禁止中美之间的旅游 以应对中国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的情况 这五名参议员表示 应该限制旅游直到更好地了解这个新疾病的危险性 然而 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中国呼吸道疾病的情况 但尚未发现任何与该疾病爆发有关的迹象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则批评这些议员的说法是恶意捏造 世界卫生组织也要求中国提供更多有关呼吸道疾病的详细信息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人会表示 目前的呼吸道疾病均有已知病原体引起 没有发现新病毒或细菌导致新发传染病 虽然美中之间的航班数量已有所增加 但仍远低于2019年的水平 王瑞杰 新加坡需不断创新以持续在世界发挥作用 联合早报 新加坡必须持续创新以保障国家利益 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 这是人民行动党主席王瑞杰在透视系列对话会上的发言 他指出 尽管新加坡是个小岛国 但我们可以利用国小灵活的优势 不断创新并加强区域枢纽的地位 此外 维护国家稳定和和谐也是至关重要的 不能受外部因素影响 调查显示 近75%的受访者认为 确保新加坡在国际上继续发挥作用相当重要 应是第四代领导班子的重点之一 调查还显示 超过六成的人认为 新加坡意识到身为小国的局限 是促成国家国际声誉的主要因素 近75%的受访者认为 在国际上继续发挥作用 和与伙伴建立联盟 是第四代领导班子 在国际联系方面应着重的工作 魔鬼夫妇 南韩萨满巫师操控一家庭19年 禁锢火烧片153万逼乱轮 新岛日报 南韩一对萨满胶巫师夫妇 因涉嫌以煤气灯效应操控一个家庭19年 被检察官要求法院判处30年有期徒刑 这对夫妇不仅骗财2.5亿韩元 还对受害家庭成员实施禁锢 并逼他们互相乱伦 控方指控他们使用心理学的煤气灯效应 对受害家庭进行心理操控 抹杀对方的人性尊严 罪则比杀人事件还重大 这宗恐怖案件 在本月1日在南韩水人地方法院离周芬院行事不审理 被告夫妇被控特殊伤害 强制猥亵 恐吓 监禁 违反性暴力犯罪 处罚法律等罪 案件在今年4月 其中一名受害人逃到邻居家才揭发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